哈喽各位好 好久不见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新年有没有吃吃喝喝玩乐乐 有没有长胖 那我是长胖了很多啊 大家生活太好了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就完全就是跟我爸妈 我们的羁绊就是吃 儿子我今天又给你买什么什么好吃的 儿子我今天又给你买了几斤几斤 好好吃 可是过年就是要吃吃喝喝玩乐乐嘛 就大家已经辛苦劳了一年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去休息 去让你吃喝玩乐让你去长胖 为什么不呢 大家在新年里呢就不要克制自己了 吃吧喝吧玩吧 还有跟我一起画一个美美妆 对没错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画一个 我脸上现在这个妆 其实画好这个妆我已经想好名字了 新年走亲访友 一开门以为来了个女明星之 人间富贵花妆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可以看见我的眼妆部分呢 是一个青欧美 修容彩虹啊高光 都是走一个很日常 嘴巴呢涂了一个新年红色 那我觉得新年里呢就应该画一个这样的妆 这样才能代表你过年 哇过得好好 人间富贵花 大家可以春节时候跟朋友聚会啊 或者是年会啊 或者是巴拉巴拉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用得上 还有之前我问大家想不想看一个无瑕底妆 我这期视频里也是含有这个内容 看一下这期妆容够无瑕吗 黑眼圈 哦 红水丝 哦 痘印 哦 咪 perfect 好了如果你改进去我刚才上面说的内容呢 就先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呢我还是要挂一下胡子 OK那我现在呢一般会喷一下灯物 但我们发现有在洗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回家以后呢就特别的开心 尤其是见到家人之后 其实我也算想家的那种嘛 也特别特别喜欢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光 皮肤呢就有清洁完了 准备带一下美瞳 炸出来了 好像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屏幕前给大家戴过美瞳 我戴美瞳那叫一个费劲 我天终于戴上了 我感觉都给我这个眼睛都整得特别红 哎呀 其实我感觉我今天戴那种款式就是非常自然 我也不知道镜头里会不会好看 我是留在春节过来戴的 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上妆前 首先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背零九 背零九 背零 哎呀 哈哈 背零飞 这个呢比较喜欢涂在我眼睛下边这块 鼻子这块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边充毛孔的效果特别好 然后我是这边的毛孔是比较粗大的嘛 大家看到这块了吗 哦真的好可恶啊 我放假回来了 最后它就冒起来了这个大的痘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考试压力太大了 考试周啊 哈哈哈哈 不知道大家有压力的时候怎么缓解呢 我在教一般有压力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点多点外卖 点个奶茶呀 小甜品啊 感觉吃完心情都特别好 然后剩下的地方我准备用一下 猪的老龟脚还是先用盖子上面 不能浪费 它这个整个东西还蛮沉的 但是我还是把它带回了家 因为我感觉它真的还蛮好用的 轻轻把它推开 然后呢我们用一下红色的这个遮瑕 因为我的黑眼圈你看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我准备把黑眼圈去中和一下 但这个红色千万不要涂太多 涂太多的话 后面粉底弄完了就还是会有一点红红的 就不好看 给它用刷子涂开 嗯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下遮瑕 用这种液体的遮瑕 再来这样大面积的上下 我今天手法是不是很粗暴 感觉跟我以前不太一样 好了你看现在这样颜色一中和之后呢 这个黑眼圈明显就带了非常非常的多 几乎就看不见了 因为我今天想那一个比较自然清透一点的妆效嘛 虽然是日常妆 但我还是想让它黑眼圈没有那么重 包括这些地方啊 全都用遮瑕先盖了一边 再加来呢就是底妆的部分 现在要用到的上妆工具呢 是耳目桃的这个美妆袋 你看这个袋是不是超可爱 我超喜欢这个包装 是一颗爱心的形状 还有一个这个附赠的支架 特别喜欢它的配色 是一个这种复古红 加上一个这种故宫的黄 放在这个爱心的壳子里 它非常的柔软 我再来把它泡下水 我找来了我们家一个碗啊 来这样浸进去 你看它这个清水性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呢是没有用水浸过的 这个是用水浸过的 它的回弹性也特别好 它是采用了一个德国慕斯的材质 特别软 而且不含乳胶的那种 打在皮肤上就是那种质感非常好 能体验这个声音吗 那我们下来用它上一下妆 今天的粉底呢 我也是稍微调黑了一点点 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这种自然的妆效嘛 仔细看的话 它是比我的肤色要深的 也不是深啦 就是怎么说呢 至少比自然光线下的粉底也有点骚起 它这个海绵蛋用在脸上真的非常的舒服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好了 那它这种材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不会掉渣 你看它这个粉肤真的很大 然后又很柔软 能很快的这样去上妆 真的好不舒服 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敏感肌 可以用大的这一面呢 去这样上这个脸把子 上这个部分啊 它还有一个小的切面 你可以这样去用来做眼下的一个上妆 它非常的贴合 你看 我今天额头都没有咖啡 我决定今天先退出额头咖啡小联盟 这个队长身份就让你们其中一位先当好了 我今天底妆怎么做得这么好 我天啊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淡的原因 嗯 嘴好干哦 一会儿涂一点润唇膏 OK 那我手上这块还有一点鱼粉 咱们不要浪费 站在这个小的这一头 然后把它打在鼻子的鼻翼到这块 把这个阴影全都遮掉 这样的话可以让鼻子这块看起来没有那么粗 然后等一下做修容的时候呢 也更好找到一个轮廓 鼻子比较胖一点的女生啊 可以跟我一样做这个方法 你可以多用一点粉底呢 这样 从这块到这块一个地方 把阴影遮掉之后呢 再去修用你的鼻子 就感觉你的鼻子会小一点 OK 这感觉真的是底妆做的老完美了 然后呢 我用另一个美妆蛋来上一下散粉 散粉呢 用的是Juno家的 它加散粉我最近也很喜欢用 大家好像没有怎么说 就是上底妆的一个小技巧 那我呢 现在就是边上散粉来边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做完妆前之后呢 先做一个修色的步骤 就是去修正你的黑眼圈 或者你的弧青 或者是一些红的痘印 红的痘印记住 不要用我刚才的红色的遮瑕 不要用一个绿色的遮瑕 在你上完这个之后呢 你一定要记住把它给推开 就是大家也刚才看到了 我会用一个小一点点的这种海绵蛋 去把它推开 这样呢 让它会更自然 而且不会就是说 你后来上了粉底之后 它还会一块一块待在那 你一定要把它去拍开 之后呢 就是遮瑕的步骤 我建议是在粉底液之前做 因为我看很多女生都是 把它放到粉底液之后再去做 那其实我觉得那样的话 很有可能你会找不准一个遮瑕的色号 遮完之后 可能会跟粉底液没有融合的那么好 尽管有一些就是你拍开 也会很自然 但是近看的话 或者是用那种高清相机看的话 还是会怎么说呢 它跟底妆不是融为一体的 好像这块比底妆稍微白那么一块 或者是比那块黑了那么一块 所以呢 我是建议大家遮瑕呢 放在粉底液之前去做 就是你可以再上了底妆之后 先上一层散粉 然后再去化别的妆 我觉得这个美妆蛋 真的用来定妆也非常好用 它的气孔就非常的细密 压得非常实 我现在是最近非常喜欢用 美妆蛋线去做一个定妆 因为我从外网的YouTube上 我就看很多也都是用 这个美妆蛋线压在脸上 它的粉会比较贴合你的脸 我用这个小的切面呢 去定一下这个鼻子 因为我鼻子蛮容易出油的 好了 我的全脸差不多就完事了 你们定妆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这样 嘴不在人的就张开了 现在呢 我们沾一点点的这个散粉 然后呢轻轻把这个脸上的部分呢 全都给它扫开 我现在是在一个自然光线下嘛 看起来就是很清透的一个妆感 就我上期视频的时候 我还有问过 大家说要不要看我的底妆造成 那这就是我的底妆的一个步骤啦 其实我觉得大家呢 多少对化妆也都是小达人了 很多东西说不定大家已经用了很久了 这个方法 所以我就希望很多 还不知道这些方法的姐妹呢 看我的视频能学到那么一点点 我就非常开心了 就是分享我的一个这个小技巧 感觉今天的底妆也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一下眉毛 首先呢 我们先用眉刷这边去扫一下眉毛 因为你很有可能粉底液啊 什么的东西 它会不小心弄到眉毛上嘛 然后让你的眉毛看起来白白的 所以你先这样扫一下呢 可以让它先变回原来的样子 变回你原来的样子 酷落拍 最近感觉我这个眉毛形状 有点按我的心意在长了 就是这边你看 我都没有画 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形状 很好 你们就按照我的心意继续长吧 我爱你们 那这些眉毛呢 我不会想说去画一个很drama的眉毛 我就画一个很简单很日常的眉毛 稍微的填充一下这边的缝隙 然后呢 大概给它画出一个形状来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拜年啊 去串青春啊什么的 不用画一个太犀利的眉毛 就画一个比较让你看起来很亲切的眉毛 就可以日常一点 哪里有空隙 我就填哪里 比如说你看这块 这块就有点空隙的 这样的眉毛级别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眉毛有一种毛流感 有一些就是眉毛比较粗的女生 你也不要去 哎呀我的眉毛好粗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眉毛粗的女生也很好看的 审美呢不是单一的一种东西 你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就好 不用去追求别人的 换句话来讲 比如说你是一个粗眉毛女生 你非得想要细眉毛 细眉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细眉毛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细眉毛 想不想长在你的脸上呢 长在之后会不会好看呢 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说不定你尝试在来之后 其实粗眉毛真的很好看 你只是没有发现它的美 你只是过于追求 别人那么好看 我如果弄了就会跟别人一样好看 其实你要看五官的整体的 你看很多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女明星啊 她们的眉毛也是那种毛流感的 就很好看啊很有英气啊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美 好了那大概形状呢就是这样 我现在呢去把它这样输一下 让它颜色呢变浅一点 我快速画一下这边一会儿回来 哈喽 那我现在呢是顺便做了一下实验 就是大概画了一下左眼 不过这个是半成品 接下来画眼妆的部分 我用我的右眼做示范 首先呢先上一点打底 眼影呢我用到的是 Danny Beauty的这个摩洛哥眼影盘 其实今天这也是我第一次用 咱们先沾一点这个棕色 用这个棕色呢在眼窝的这个范围晕染 然后你可以这样往前这边带一点 然后呢用这个扁平一点的刷子 占取这个深棕色 这个深棕色呢打在眼睫毛根部 大概两三毫米左右吧 就这样一个范围 眼尾之后呢稍微拉出来一点点 然后再换回刚才占浅棕色那把刷子 咱们把它过渡一下 接下来呢咱们占取一点这个细闪 就这样铺在眼皮上就好 它这个细长我挺喜欢的 很细腻很好看 你看这样水泡淋淋的一个感觉就好了 这样一个眼影就画好了 咱们现在来画一下眼线 眼线呢我用到的是小小丁 我们现在呢先来画一下内眼线 我以前是不太爱画内眼线 但是我发现画内眼线呢会有空白 不好看 所以呢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画内眼线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笔这样横过来 然后这样 一点一点的填充 你看我现在都没有看镜子 看着这个镜头 我是很敏感的那种嘛 这个方法就不会让我的眼睛特别眨 把笔横过来 千万不要用那个尖的头去画 你就这样用它这个横过来的这个面 这样填成 然后咱们在眼尾这块呢 就这个位置 然后拉出来一条细细的线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眼线 我觉得大眼皮的话画这种眼线还蛮好看的 然后呢我们在美股这里上一点高光 我用的是Sugar Rock的四色高光盘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一个睫毛 我用的是这种比较偏自然一点的欧美款 一二三 叮叮 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提亮和修容 再眼下这块提亮 鼻子这里来一点 接下来呢咱们来上一下下眼影 咱们还是用这个深棕色来画一下下眼影 修容呢我准备用斯芙兰的四色修容 颜色重一点的地方呢 是我现在正在加重的一条线 我还会把它这样过渡到下面来 让我的整个脸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是比较小一点 我觉得这样打法呢非常适合日常来修容 相比我之前那种欧美的就是很夸张 然后这边又弄白的那种的话 这个的日常呢给人的感觉就会很自然 额头也要来一点 腮红的话我会用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块 橘朵的35号色 它这个腮红我真的好喜欢 好温暖的颜色 再叠加一点MAKE的这块腮红 鼻子这点也扫一点 哦对了还有下睫毛没刷呢 我现在来刷一下下睫毛 下睫毛呢我也是用耳目淘加的这个 OK下睫毛就刷好了 然后呢是高光我准备用Sharlottabury的这块高光 知道它在高光的时候自己一定要默念 啊让我变美吧 我觉得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哈哈哈哈不信你试一下 感觉这个你看这个光感真的超好 它不是那种很drama的那种高光 它是那种让你皮肤感觉油内而外散发光芒的那种 好好看啊 下来呢就是唇釉了 那唇釉呢今天我会用到这一款 那这一款呢是想要听他家为新年准备的一个颜色 超级好看 是M023号色 它从内而外都焕然一新 首先它的包装呢从来的白色变成了这种红色 真的很有新年的感觉 包括印花呀什么的这些超好看 里面呢也换了新的包装 我觉得超有过年的感觉 这种红色和这种银白色 我给大家在手上试一个色 这个红真的是杀我 超有气质的一个新年红 特别水润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配我今天的妆容 就是眼妆稍微低调一点 然后嘴巴涂一个这种很有气场的红色 我特别爱他们家这个质地 相信我一定要试一下这支唇釉 这个质地真的太舒服了 太显白了吧 哇 激动的口水都卡到了 哇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这还要多说什么吗 新年必入啊姐妹们 肢底也非常舒服非常轻薄 感觉有那味了 有那味了 女明星来了 女明星来了 hold on 让我去换一套衣服 后来 I'm back 那我现在换了一个衣服 带了一个耳环 哇 我靠 我今天怎么这么好看呢 没想到出来效果这么好 这耳环是去年双十一新买的 不知道大家开箱视频还有没有印象 我这个头发为什么这么蓬呢 因为我后面这个 你知道吧 给我这带了很多静电 来欣赏一下美颜时刻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妆容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 啊这个头发怎么回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期视频的妆容呢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妆无论是在聚会啊 年会还是去走亲戚啊 拜访朋友啊之类的 都是一个非常不挑场合的 因为它不像普通的日常妆呢 那么的淡那么的素 有一些出彩的地方的 比如说加一对夹睫毛的话 你就会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性感 包括眼影选用大地色呢 会让你整体看起来 虽然也有slay的感觉 但是呢 还是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容易亲近 不会说颜色太艳啊太什么 让人看起来觉得你很不好惹 但这个呢就很温和 那最后配上这个红唇呢 我觉得是点心之笔 可以提升你整体的一个气色 让你在新的一年里 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我标题可能提到的素人改造 也不是说 我不想传达给大家这样一个观念 化完妆就啊 变了一个人 就怎么怎么样 我就想说化妆真的能够提升人的自信 如果你去用心的化好一个妆之后 你真的一天心情都会非常的好 也不用说啊 这个博主化出来 我看了好多遍 我怎么还是学不会 Honey我跟你说 只要你化出来你是开心的 在镜子里照自己的时候是非常满足的 你的妆就算成功了 只要是能够给一个姐妹有灵感启发之类的 那我这个视频就是非常值了 也欢迎大家就是化完之后给我教功课 教功课 我是你们的G老师 G老师 什么鬼啊 跟大家聊着聊着天 太阳也落山了 那我呢 会尽量保持我一个更新的频率 向大家能够在新年里吃好喝好开心过年 然后不忘记看看我的视频 哦对了 还有这个帅眼皮就是拿那个眼睛帽子粘的一个啊 好了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 你可以在弹幕区任意的吐槽 人生风机不算 谢谢 哦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忘记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对我这期视频的看法 可以是对我专容的看法 对我使用的产品的看法 或者是你想说我下一期视频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还有就是第一次看的姐妹们呢 如果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个关注哦 对我日常感兴趣的姐妹们呢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哦 那我会在上面分享我的日常 比如说试色啊 出去玩的照片啊 或者是我最近又用到了什么好用的东西啊 之类的 好啦 感谢大家看到现在 那咱们下期见吧 先做一个球 特别的我建议大家粉底液是放在遮 所以我建议大家的遮瑕是放在粉底液之后再去做 二 三 哈哈哈哈 说法 不得 咱们下来画下假肩毛 颜色重一点的地方呢 是我现在加重的这条 加重 主要是能够 这条